这期咱们讲经保定杀人狂魔吴建臣 此人看着老十八经 下手非常狠毒 有点像前面咱们讲过的 北京变态恶魔徐广才 老吴虽然没有老许变态 只见不回事 但是他杀的人数多 量大 他的作案套路跟徐广才一样 整个一个盗版 也是从车站把大姑娘小媳妇骗走 整着荒郊野外进行监杀 他从90年4月到93年10月 在河北多地流窜 一共送完28起 监杀24人 但是有些案子无法查证 法院最终认定的是18起 杀15人 吴建臣是1958年9月出生 河北省保定市李县 万恩乡东新庄屯人 这老小子是个邪将 修鞋补鞋的 而且呢 还有严重的螺圈腿 多门小学啊 开始在家务农 也没干过什么坏事 但是他从青春期开始 对女性有了特殊的渴望 经常偷窥女人洗澡上厕所 被人发现之后呢 去家里投诉 老爹给他吊起来 拿大摸棒的一顿揍 可是依旧不管用 后来不玩偷窥了 改偷老娘们晾晒的内衣内裤 回家呀 藏在枕头底下 藏在床下面 到了晚上拿出来闭着眼睛 边闻味边享受 他觉得这臭红的味道 太给力了 一闻呢就来感觉 哎 来了感觉呀 又开始玩上头盔了 1978年 吴建臣20岁 一天他正扒着小眼啊 往女厕所里面 聚精会神的看呢 不料被警察抓个正轴 这回妥了 直接呀 给他定了一个流氓罪 被劳教两年 出狱后 这小的老实的一段时间 跑到宝敬一个工厂啊 上了两年班 可是不久后 开始和厂里的女工动手动脚 最终啊 被单位开除 开除之后 他不想务农种地 又有钱科 所以啊 不好找工作 但是你得生存啊 得挣钱吃饭嘛 于是支了一个修鞋摊 给人修鞋补鞋 这个行业 虽然发不了大财 满足吃喝啊 还是没问题的 以前的人穿鞋不像现在 坏了一扔 直接买新的 那会儿坏了呀 都是修修补补 尤其是皮鞋的鞋跟 都喜欢打一个铁掌 走起路来啊 是咔咔的带响 现在一想 老他妈的了 你说你修鞋就好好修呗 人家不得 只要一得空啊 不是扣扣你脚丫子 要么呢 就摸一把你的大腿 结果又出事了 八三年延打期间 这小子仍不老实 六月份的一天 他冒充武装部的干部 把一个妇女啊 看到玉米地 接着呢 开始动手动脚 女子大怒 那个臭流氓 一把给他推倒 跑到小拍拍 报了警 因为伪妻妇女 吴建臣被判刑十年 但是他这次入狱之后 心怀不满 不就是摸了你几下吗 你也没少块肉 凭啥判我十年 因为赶上 严打测书时期 到底判得重不重啊 咱们不做评论 反正比这事小的 判得重的呀 有的是 他这属于是惯犯了 十年呢 还是可以接受的 为了能够早日出去 重复自由 这丝呀 表面积极改造 还定期的 向政府做思想汇报 但心里面呢 一直有着自己的打算 我的青春都浪费在里面了 既耽误我搞这一项 又耽误我修杰的收成 一旦我出去呀 必报此仇 方氏呢 就是祸祸良家妇女 顺手啊 在抢你们钱 因为表现良好 还揭发了 玉尔的一起案子 吴建臣呢 被多次减刑 于90年 离开了大腾温 劳改支队 回到了李县老家 刚出来没多久 这次呀 开始了报复计划 90年8月那天晚上 他在回家的路上 看到一个邻村的女人 俩人并不熟 只有一面之缘 他过去呀 跟人主动搭讪 哈喽啊 几年没见 如今过了可好 聊了几句之后 女子发现 吴建臣的眼神不对 直勾勾地看着自己 直冒荧光 刚想找着离开 吴建臣呀 一把给他 耗尽玉米地 直接监制 完事吴建臣那一想 我刚出来 如果他去揭发我 这回还不得死瞧瞧啊 所幸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掐死完事 就这样 他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杀 两天后 尸体被发现 在排查这个女人 社会关系的时候 吴建臣呢 不在名单之内 所以呀 躲过一劫 第一次杀人 吴建臣呢 也是心惊胆颤 随后呀 跑到宝丁 可是躲了一段时间 你看没事 根本就没人怀疑自己 胆子也就逐渐的呀 大了起来 OK 既然你们找不到我 那我呀 先回家过个春节 等春暖花开 哥们啊 接着整 91年春天 吴建臣把目标呀 盯在了石家庄的火车站 因为这都是外地流动人口 对他们下手 不容易被发现 4月那天晚上 他把一个叫 人水兰的女人 从火车站骗走 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慌慌的一顿发现 因为小兰非常配合 完事后 吴建臣呀 没有灭口 居然把她带回家中 过起了日子 这事挺难让人理解 正常女人 不可能跟她在一起 就算你当时 害怕为了保命 那事后 肯定有机会举报她 对不对 要不就是这个女的 脑子不好 要么呢 两个人呀 就是一路货色 就这样在一起 过了两年 于93年4月 正式办理手续 俩人结婚了 你说哇塞不哇塞 这两年期间 吴建臣又在多地 陆续做了好几起案子 但是呢 没有资料 咱们也不能胡编 他在外面啊 是个恶魔杀人如麻 可是回到村子里面呢 又立刻换了一副嘴脸 谁家有事的搭把手 谁遇到困难呢 能够主动帮一下 家人还有村民 都以为他改好了 知道案发后 大家呀都不相信 那么多的案子 都是这个大好人做的 也许有些人呀 真是天生的恶魔 按理说的现在 已经35了 还娶了老婆 应该他的实施 过日子了吧 可并没有 他在村里的表现 只不过是为自己呢 打造人设 为接下来 一人串的犯罪呀 在做伪装 因为他心里面 一直没有忘记 复仇大梦 结婚之后没几天 吴建成呀 再次出手 正式开启了 疯狂的奸杀模式 选择下手的地点呢 就固定在了 石家庄的火车站 93年4月15号 下午4点 吴建成拐的拐的的 来到宝丁火车站 候车室 接着找这一坐 开始物色目标 拨着功夫 就看到一个 二十出头的外里丫头 在这东张西望 正不知所措呢 吴建成起程过去 主动搭讪 老妹啊 第一次来宝令吧 来这做什么呀 女孩一看他 不像什么坏人 就告诉他 在家没事啊 出来转转 想在宝令找个工作 干什么都行 只要能赚钱就可以 看他傻乎乎的 没这么心眼 吴建成啊 就骗他 说我是做小买卖的 生意还不错 现在呢 缺个帮手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呀 咱俩可以合作 OK不OK呀 女孩想了一下 OK倒是OK 可是我没本钱呀 我都出来好几天了 连住店的钱呀 都没了 吴建成一乐 这还不好办呀 你跟我走呀 我这包持有包住 就这样 吴建成啊 轻松的把姑娘骗走 他蹬着一辆破自行车 带着小姑娘 穿过闹市区 来到清院县 阮庄村 这儿有一个劳教所 围墙外面呀 是果园 南面是麦田 这会儿天色已黑 女孩一看荒郊野外 四下无人 就感觉呀 有些害怕 他问吴建成 大哥呀 你给我带这儿 要干嘛呀 吴建成 嘿嘿乐 干嘛 哥一先 就是从店里面出来的 和我玩一玩 OK不OK呀 我靠 女孩大惊啊 玩个毛线 你个臭流氓 赶紧给我送回去 没想到 刚才满脸堆笑 温柔体贴的大哥 瞬间翻脸 掏出小刀啊 一笔合 你不跟我玩 我就捅了你 无奈之下 小女子呲牙咧嘴 非常痛苦的呀 玩了一次 男士穿上衣服 哭着呀 就想跑 吴建成一看 这可不行 旁边就是劳教所 这要给我逮着 直接就进去了 赶紧拐着拐着追上去 一下给他扑走在地 必须灭口 接着用手 玩并掐住他的脖子 女孩呢 是连抓带脑 拼命的反抗 给吴建成的肩膀 胳膊挠了好几个大刀子 厮杀了有五分钟 女孩最终啊 败下阵来 弃绝身亡 吴建成怕他死的不彻底 又揭着他的腰带 喀巴往脖子上一套 足足勒了有五分钟 见女孩彻底不动了 他把姑娘身上的钱 身份证 所有能证明身份的东西啊 全部拿走 第二天4月16号 一大早 清源县阮庄村 一个叫赵文艳的人啊 去地里干活 没走几步呢 就看到远处地上 有团东西 他以为是谁家的死猪啊 扔到自己家地里 一边骂着 一边走了过去 这一看 我靠 是这女尸 赶紧啊 报了请 可惜啊 宝丁市清源县 官局的能赶到现场的时候 村里的农民啊 听说杀人了 乌烟乌烟的出来 一帮人跟着看热闹 给现场踩的呀 是烂七八糟 根本就没法提取相关的痕迹物证 只能判断出是先见后杀 女孩啊 曾经奋力反抗 从女孩的衣物 可以看出她是农村的 衣服口袋上面呢 还缝着一个名字 叫李夏群 另外还从体内啊 提取了经验 除此之外呢 是再无线索 不过根据作案的地点分析 说明案犯的胆子很大 而且呢 非常熟悉地形 虽然在老教所附近 但是他选择的这个地方 非常的隐蔽 即便过车过人 都不容易被发现 所以判断案犯 应该是本地人 或在本地长期居住 接下来呢 就是要搞清死者身份 吴建成不是把他身上的东西 都给干走了吗 那就通过媒体 发寻启示 查找近期的失踪人口 查找户籍叫李夏群的人 结果折腾了好几个月 案件呢 是毫无进展 被抓之后 吴建成交代 这是他在保定 做的第一起案子 女孩叫什么 哪的人 你该不知 听口音呢 不是河北人 一直到案子告破之后啊 都没人来认识 估计啊 是来自偏隐山区 那会儿农村的消息闭塞 不像现在 一个热搜啊 瞬间都能知道 遇害的失踪的多了 时间一久 也就那么低了 半个月后 五一劳动节 一个叫汪丽的女人 坐车从义县 来到保定火车站 她本打算去青海西宁 找个工作 不知道这姐妹 为什么大老远的呀 跑青海找工作 结果买票的时候 售票员告诉她 只有四号的票 于是啊 她找地儿一坐 正在那儿发愁呢 吴建成拐着拐着的过来了 大妹子啊 这是去哪儿啊 我要去西宁 哦 西宁 你去那么老远干嘛呀 汪丽本来就没买多票 心里就烦 你看吴建成是个螺车腿 还笑吗 现在就有点不耐烦 说我去找工作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说完起身啊 就要走 吴建成呢 嘿嘿一乐 这不巧了吗 我一在保定郊区 开了一个服装厂 订单太多 人手不够 正让我帮她呀 招人呢 要不你去看看 嗯 帮你一听啊 有点动心 一个月多少钱呀 吴建成开始忽悠 包实包住 除了底薪呢 还有提成 多劳多得 尚不封顶 王立一听 这太瓦塞了 但是一看吴建成这模样 小眼贼不留华 两条腿站直了 中间啊 能穿过一条狗 再一看到这身 农民打扮 穿了这破裤子 一双脏了巴基的军臭 还夹着个 破不拉基的黑皮包 这种穷酸样也能招工 他不会是个骗子吗 想着想着 就有点犹豫 对吴建成的身份呀 有了质疑 吴建成呀 一眼就看出了他的想法 说大妹子 我姨是老板 厂里一百多个女工 我呢 只是个看门的 临时帮他出来招人 这样 你可以去看看 觉得不满意 你可以不干 对不对 汪丽一想也是 反正啊 也不花钱 我去看看 万一不行 我再回来呗 随后吴建成 打了一辆摩的 蹦蹦蹦的 颠着了二十多分钟 来到了野外 吴建成带着汪丽 来到野外 这时啊 天色已黑 周围呢 是一个人都没有 汪丽问他 大哥呀 服装厂在哪呢 我怎么没看见呀 吴建成呢 随意拿手一指 就在前面呢 很近 溜达着五分钟就到 汪丽呢 也没多想 跟在后面呀 走进田田小路 边走呢 还边看着 吴建成的螺圈腿 一拐的一拐的 觉得呀 挺可笑 走了一会儿 是越走越黑 汪丽觉得 有点不对劲了 赶紧啊 问吴建成 圈哥 怎么还没到啊 我不想去了 我要回车站 圈哥温情此言 立刻大怒 掏出小刀 往胸前一比划 赶紧脱了 让哥玩会儿 我靠 汪丽大惊 破冲了一下 跪在地上 赶紧求饶 圈哥呀 别杀我 我只有四百多块钱 都给你 吴建成一听四百 OK 钱先拿来 收完钱 忍我也要 接着呀 开始强行 扒下汪丽的衣服 这回玩得比较狠 一共尖了三次 而且在他尖的过程中呢 还掐着汪丽的脖子 让他喊爸爸 哎 你得喊我爹才行 汪丽一点招没有 只能配合他 爸爸呀 爹呀 这老小子 依然磕了三胖 一看汪丽还挺配合呢 就放松了警惕 玩活后 哭啥爱酒啊 给他踹开 开始翻他的包 跟随身的物品 汪丽还算聪明 知道这次下一步 就得灭口 于是灵机一动 大喊一声 那边来人了 我靠 给吴建成吓了一大挑 赶紧着急忙慌的呀 穿裤子 汪丽一看他手忙脚乱 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保命要紧 光着屁股 蹭那下啊 站起来 跟疯了似的 撒丫子开跑 绝对的搜搜一搜搜 吴建成穿好衣服 赶紧开追 无奈圈哥的腿部给立 爪爪的呀 根本跑不快 再加上干了三胖 浑身无力 根本就跑不动 很快 汪丽呢 跑得是无影无踪 吴建成没办法 之后回去 拿走汪丽的几件衣服 然后啊 回了家 这天吴建成 干走了四百多块 跟几件衣服 回家之后呢 把衣服呀 送给老婆大人 说是在保经亲货的时候 买的二手货 老婆管理是二手三手的呢 只要能穿就可以 他每次做完案 拿走的衣服 首饰 大部分呀 都带回家给了老婆 也不知道人水来 知不知道这些东西呀 到底是怎么来的 汪丽逃走之后 5月2号晚上 去东京庄派出所呀 报了案 说自己从义县 来到保经火车站 被一个中年男人 以找工作的名义骗走 并且呢 见了多次 后来呀 侥幸逃跑 这块就有意思了 前面已经发生了 多起类似案件 警方愣是没有把这起案子呢 跟你前的并案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次没杀人 你说哇塞不哇塞 不过最后呀 还是通过汪丽提供的线索呢 才破的案 这个后门再说 这种系列案呀 都差不多 只要你抓不住我 我就接着找 7月15号下午 吴建臣又来到保经火车站 寻找猎物 一时快到天黑的时候呢 居然没人上当 转了一下午 肚子也饿了 这次垂头丧气 去了车站对面的餐馆 他只等吃的呢 进了一个30多岁的外地女人 要了碗面条 坐在他的对面呢 低头开吃 吴建臣看了看他 然后呢 开始主动搭讪 大妹子 刚下车吧 一个人 这是要去哪啊 女子一看他 不像什么坏人 还挺热情 就跟他呀 交了底 说我家老爷们 天天耍钱 该了一屁股账 债主天天上门要钱 我这心里面 实在烦的话 就从家里面跑出来 想散散心 这都已经出来一个星期了 现在呢 已经想好了 一旦回家 就准备跟他离婚 吴建臣听得这么一说 立马啊 接过话来 说我是李县毛县厂的干部 当你离婚了 我从厂里面呢 给你找个条件好了 给你当老公 OK不OK呀 女子听完呢 是感动万分 吃完饭 吴建臣倍儿敞亮 把他的面前呀 一起也给结了 这事傻娘们呢 更是感动 大哥 你真是个好人 你也太够意思了 随后吴建臣 一给他找旅店为由 骑车带着他 边说边聊 来到了清源县 谢庄村南 张家坟地 这时吴建臣啊 提出了要求 你看哥 是不是挺够意思的 那你也得表示表示吧 来 跟哥玩会儿 女子表示不解 玩会儿 玩什么玩儿 坟地有什么可玩的 吴建臣一看他装傻 立刻掩珠子一瞪 掏出小豆 扒一顶 不跟我玩儿 我什么捅了你 女子赶紧求饶 大哥呀 玩儿 玩儿 陪你玩儿还不行吗 你赶紧把刀收起来吧 就这样 吴建臣呀 将其玩儿之 玩儿完之后 戏剧性的一幕啊 出现了 这女子边提裤子 边跟好大哥商量 我也不是什么黄花大闺女 也不会举报你 但是你不能白玩儿 对不对 玩儿完你得买单 把账写一下吧 我靠 吴建臣听闻一愣 我玩儿这么长时间了 第一次赶上收费的 OK 我听听你这一炮多少钱呀 女子告诉他 一百不先少 二百不先多 你看着给呗 反正我出来好几天了 身上啊也没钱了 这傻娘们多的心呀 本来好大哥干完呀 就要宰你 你现在呢 还管他要钱 这不自己作呢吗 吴建臣趁其不备 一把呀 将其摁倒 直接掐死 事后呢 拿走在身上的十几块钱 跟身份证 把尸体找个分头 在后面一塞 玩火走人 这个女的 也迟到破案之后啊 都没有认领尸体 一个月后 93年8月15号 吴建臣呢 又做了一案 他这三起案子的时间呢 挺有意思 4月15号 7月15号 这次呢 是8月15号 好像到了15号 这老小子呀 就要行动 这天中午 他又来到宝丁火车站 这次呢 不止骗到一个女的 还外带一个 一岁万的小孩 怎么回事呢 宝丁市望都县呀 有个特种水泥厂 他们高薪聘了一位 叫任立文的工程师 在厂里面呢 当护案室的主任 任立文是河南信仰人 老婆叫龚明月 他们有一个 一岁万的女儿 名叫任辰辉 没想到老婆从老家 带着孩子来看自己 结果呢 半路丢了性命 93年8月15号 龚明月带着孩子 从河南老家来看任立文 头天公婆呢 给他们送上车 还给任立文的单位呀 打了一个电话 当时任立文正在公里干活呢 没法接电话 公婆就把媳妇看他的事 告诉了穿搭室的老头 老头可能是岁数大了 要不呢 就是忙什么事 把这事给忘了 没告诉任立文 所以呀 没去接站 直到第二天15号下午 传大使的大爷呢 他想起这件事 和任立文这一说 这哥们赶紧风风火火的赶到车站 可此时老婆呀 已经出事了 任立文的老婆龚明月 带着一岁半的女儿 准点抵达石家庄的火车站 出站之后啊 在那是左孤右盼 等了好几个小时 也不见老公来接他 这时吴建成一看满脸交集的龚明月 就知道呀 他在等人 于是假冒骑车站的工作人员 过去跟他说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龚明月呢 以为遇到了好心人 说约好了老公 早晨来接他跟孩子 但是现在都没来 所以呢 自己准备买票呀 直接去旺都的工厂啊 找他 吴建成听完呢 开始骗他 说现在没有去旺都的车 只能做公究 我正好呀 也去那边办事 咱们顺路 于是帮他拿着行李 一起上了开往青苑方向的 七路公交车 下车之后 吴建成呀 又以换车为借口 给他们骗到宝恒公路 青苑镇 东面的玉米地 这时龚明月呀 感觉不对 这个地方都没人了 哪有车呀 刚要问 就被吴建成呢 直接按倒在地 接着呀 开始扒他的衣服 龚明月怕伤到孩子 赶紧跪在地上呀 苦苦的哀求 大哥呀 别伤害我们母女 我身上还有几百块钱 全都给你 吴建成呀 接过钱 一脚呢 又给龚明月踹倒 这下女子终于懂了 这是不达目的 不罢休 非要把我给奸了不可呀 于是呢 开始分力反抗 在撕打的过程中 他把吴建成的衣服扣子呀 拽下好几个 但毕竟是弱女子 不是吴建成的对手 最终呢 被活活掐死 吴建成呀 还是怕他死的不彻底 就从小孩的脖子上面 扯起了一条 擦嘴的毛巾 往脖子上这一勒 然后呢 开始监视 这个过程中 小孩在地上 一直哇哇大哭 完事之后 吴建成本来想 把小孩呀 也给弄死 可是又一想 才一岁半 啥也不懂 杀了岂不可惜 还不如找一个人一脉 这不又是一笔收入吗 随后这次抱着小孩啊 直接回了家 到家之后 媳妇问他 哎 那儿来的小孩啊 吴建成呢 是张嘴就来 我姐家的孩子 我借了玩两天 任水兰这一听 你哪个借的孩子呀 我怎么不知道啊 后来吴建成呢 告诉他 这是我花一千五 便宜买的 过几天找人啊 给他一卖 转手啊 能挣好几千 人却兰听闻 啥话没说 就把孩子呀 先这么养了起来 任立文地面 什么情况呢 得知老婆孩子 来看自己 找了一辆车呀 直奔火车站 可是到了之后 围着火车站 转了好几个圈 也不见人影 以为老婆呢 直接来家里了 回家又等了一夜 也没有见到人 第二天开始 连续在宝丁 跟旺都县呀 找了半个月 工厂的同事呢 也是自发的 帮他找人 可是依旧是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一直过了半个月 到了八月三十号 晚上七点 一个司机开车 路过清院镇 这片玉米地 想小姐 刚掏出小鸟啊 就闻到一股恶臭 他仔细这一闻 嗯 不像是爸爸的味道 顺着臭味 往里这一走 发现了工厨岳的尸体 行了 也别尿了 赶紧报案 由于天热 尸体呀 已经高度腐烂 死亡的时间呢 在十五天左右 死者年龄 二十五岁上下 可以确定啊 是奸杀 又在地上 找了几个扣子 说明死者生前 曾经啊 与罪犯搏斗过 在身上呀 也没有发现 任何能够 证明身份的东西 近期下过几场雨 也没办法 提取完整的鞋印 从死者的行列中呢 发现了小孩的衣服 旁边啊 还有模糊的小孩足迹 由此判断 死者呢 应该有一个孩子 案发以后 不知去向 清院县连接 发生了两起案子 警方赶紧利用 新闻媒体啊 播出许人启示 9月3号 任立文冲到小白白 说女尸很有可能 是我老婆 她带着孩子 从河南老家来保定 目前已经失踪半个月了 警方立刻让她认识 即便尸体腐烂严重 毕竟啊 伏击多年 经过辨认 死者正是老婆 顾明月 任立文啊 是嚎啕大哭 最后呢 跪在地上 恳求警方 一定要救回 我一岁半的女儿 她可能还活着 警方这边 也是万分着急 接着呢 开始调查 根据火车站 检票员的回忆 说当天啊 确实看到一对母女 在后车大厅啊 待了七八个小时 好像呢 是在等人来接她 中午过后 就再也没有看见她们 应该呢 是被人接走了 通过这个线索 警方确定 顾明月 是在火车站 或者呀 是去旺渡县的路上 被人骗到玉米地之后呢 遭遇的不幸 也就是说 凶手可能 跟顾明月 素不相识 接着呀 开始寻找 失踪的小孩 随后把小陈辉的 寻人启事 发到了青云县的 每一个村子 一段时间过后 依旧是毫无线索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时 吴建成呀 又做一案 9月10号 吴建成在火车站 遇到了一个 二十多岁的女孩 建成一直在这转悠 过去呢 直接问她 你是不是要找工作呀 女孩这一听 哎 你怎么知道 我来找活啊 都有什么工作呀 吴建成呀 告诉她 有个服装厂 正好招人呢 而且呢 包吃包住 你愿不愿意去呀 姑娘一听 有工作还包吃包住 立刻答应 这活我能干 OK 我现在就带你去 到了 当天呀 就能上班 就这样 吴建成轻而易举的 把女孩骗走 女孩是外地的 第一次来保定 她也不知道 哪是哪啊 稀里糊涂地 跟着吴建成 来到郊外的 一片玉米地 吴建成直接提出要求 你得先跟我玩一下 才能带你去场里 嗯 女孩阴了 保定找工作 都是这规矩吗 已经都到这了 那玩一下 就玩一下吧 完事之后 女孩傻了吧唧的 说走吧 赶紧搬正事去 吴建成讲话了 哪有什么场子呀 办你就是正事 这时女孩啊 终于懂了 原来遇到了坏人 接着呢 开始又哭又猴 吴建成再次 把她摁到栽地 抽出姑娘的腰带 往脖子上一套 直接了一死 吴建成做完 9月10号的案之后 紧隔了10天 21号下午 又从火车站 骗走一个 30多岁的女人 这女的制作小买卖的 来保定呀 是想寻找商机 吴建成说 我知道有个好地方 在一个工厂门口 有好多摆摊的 这个工厂啊 有上千人 买东西的人很多 女子听完呢 实力各动心 跟着她呀 就走了 吴建成呢 还挺体贴 你刚下车饿了吧 整合我也没吃饭呢 还请这女的在饭馆呀 吃了晚饭 这让女子是感动不已 大哥 你太够意思了 还以为自己呢 是遇到了贵人 从饭馆出来之后 吴建成看到门口呀 放了起辆自行车 他一眼呢 就看见一辆 没有上锁 这老小子过去推着就走 女子看完有点不会了 嗯 保定这么抄钱吗 难道这是小黄车 可真这家伙呀 是个惯犯 顺手牵羊的事呢 肯定没少干 按理说 一个正常的人 看到他的这种行为 即便不举报 你是不是应该躲着点啊 说明这个人呀 不是啥好人 明摆着 非头即到 可是这个女的呀 根本就没当回事 吴建成骑车带着他 有说有下子就走了 他们来到保定东秋 一个部队的机场 快到了时候 路边的隐蔽处 有一对狗雷项的男女啊 看到了他们 可是吴建成并不知道 到了一个小河哥附近 吴建成翻身下车 说大妹子 你寂寞吗 女的一愣 我寂寞吗 我不寂寞呀 你什么意思呀 吴建成讲话了 你不寂寞 我寂寞呀 来 陪哥玩会 女子当即表示 No 别来这套 我是来找地做生意的 玩什么玩 有什么可玩的 吴建成笑脸一收 小瓷瓷一掏 见此情景 女子瞄懂 无奈之下呀 只得玩了一会儿 现在OK了吧 该玩也陪你玩了 生意呀 我也不做了 这荒郊野外的 你给我送回车站 行不行啊 现在吴建成都多狠了 肯定不会留活口 又是给这女的摁到在地 拿皮带呀 直接勒死 从身上呢 翻出三百多块钱 还拿走了一个戒指 跟身份证 第二天 9月22号 上午8点半 驻宝定某集团军 直升机大队 二级小学员 正在这个机场啊 进行跳伞训练呢 有两个散民快乐力的时候 看到四号地水渠里面 有具半路的女尸 其中一个散兵啊 因为紧张害怕 落地的时候 还把右腿呢 给摔伤了 部队保卫部门 迅速封闭了现场 并且啊 报了警 市局 南市区分局 跟集团军保卫处领导啊 带人赶到现场 经过勘察 情况跟前进起案子一样 但是这次呢 地点比较特殊 军事机关的机场 普通老百姓啊 进不来 所以现场保留的啊 是非常的OK 这次终于啊 在现场提取到了 解放鞋的鞋印 那会儿呢 俗称军臭 还有自行车轮胎的痕迹 根据鞋印分析 岸份身高 应该在1米7到1米75 身体偏瘦 这双鞋的鞋底 磨损严重 由此判断 此人经济状况不好 有可能呢 是附近乡镇的农民 或者呀是工人 应该是个体力劳动者 机场位置偏僻 外地人根本不可能找到这 所以再次断定 凶手是本地人 或者呢 在本地长期居住 一周以后 警方在走访周边村子的时候呢 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21号晚上 吴建成骑车带着受害者 不是背对搞对象的男女 看到了吗 经过他们辨认 死者呀 就是后座上的女人 那么至少可以肯定 这个女人应该是被骗到机场的 然后遇害 就在警方查找石原的时候 吴建成又开始撒花的作了 93年10月12号下午 吴建成告诉老婆 沿水兰 我要去石家庄浸点皮料 于是呢 家的小黑包 从李贤坐车呀 到了保定 浸完皮子 鞋掌 丘皮丁 来到车站呢 开始溜达 其实他每次来保定啊 都是以肩为主 金货为辅 是有目的性的 在车站转了一会儿 看到一个30左右的女人 一看这女的左股右盼 心事重重 吴建成呢 就过去主动搭讪 大妹子 这是等人呢 还是找地儿住店呀 女子一看他满脸堆笑 说话呢 还客客气气 就没有把他呀 当坏人 说我们厂里效益不好 发不出工资 或者刚到保定 想看看这门 能不能找个什么活干 吴建成几句话呀 就掏出女人的底细 然后问他 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呀 女子告诉他 大哥呀 我啥也不会 也不挑工作 最好呢 是包持包住 按时发工资就可以 吴建成听完说 巧了 我是做皮货的 没事给人做个包 盯个鞋的 现在正好人手不够 需要一个财皮子的人 而且呀 不需要技术 我给你画好线 你拿剪刀咔咔一剪就完事 我老婆每月负责给你开支 不会拖欠工资 说完以后呢 打开破皮包 你看看 这是我刚进的货 女的探头往包里一看 确实能有皮量 也就顺理成章的呀 跟着吴建成走了 这次有点远 吴建成居然把这女的 骗到高碑店 严家雾的一片坟地 这女的也糊涂 在路上就没感觉不对劲吗 能跟着她来到坟地 我呀也是服了 接下来呀 还是老刘成 尖闻杀死 把身上之前的东西 身分这儿 统统打包 然后回家 一周后 10月19号下午 青恩县一个52岁的王老太太 从哈尔滨回老家呀 途经宝殿 她本来是接20岁的二女儿 去哈尔滨 因为怕规律 一个人在路上不安全 所以呀 特意从哈尔滨回来呢 接她 按说52岁 可比吴建成岁数大多了 她当年落网的时候 才35 只是看着呀 长得有点着急 跟40多似的 不知道她是想 晃晃口味还是怎么的 居然呢 对王老太太下了手 吴建成在保健车站 见到王老太太 也是很热情的 过去打招呼 哈喽 我大姐 您这是去哪儿啊 王大姐一看自己的岁数了 再一看吴建成 也没把她呢 太当回事 说我回清院县 吴建成这一听 呦 巧了 我也去清院 咱俩正好顺路 王姐一听啊 那得一起回去呗 路上有个人呢 还能唠唠嗑 随后俩人买完车票 一路有说有笑的 直奔清院县 下车后 从北大展村 一变坟地的时候 吴建成啊 突然把大姐扑倒 掏出小刀这一逼 和我玩会 我靠 王老太太大惊 兄弟啊 我都什么岁数了 这是坟地 在这玩有意思吗 你可别跟我整这事 边说呀 边反抗 怎奈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 再怎么磕 也磕不过三十多岁的男人 最终呢 还是被吴建成拿下 监门之后灭口 隔了不到一周 10月25号下午 吴建成再次来到 宝林火车站 这单呀 挺有意思 玩了一个黑吃黑 他在车上 遇到了一个 二十来岁的小女孩 两个人呢 很快就聊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 吴建成问他 大妹子 你是做什么的呀 女孩说我是做生意的 嘿 巧了 吴建成说我也是做生意的 不知道老妹做哪一孩啊 女孩看了一下四周没人 非常神秘地告诉他 我是个人贩子 刚把一个四川女人 卖到北京的顺义 一下啊 赚了三千块 我靠 吴建成听完大喜 三千 他立马告诉女孩 不瞒你说 咱俩呀 是同行 我也是玩拐卖的 哎呦我天 女孩听完一看吴建成 长得贼眉舒眼 确实啊 不像好人 还以为自己呢 遇到了前辈 赶紧问他 车站那会儿生意好做吗 吴建成那是连连摇头 车站不行 人多眼杂 还有便衣 我知道一个地方 那儿的女人多 还年轻 一片一个准 女孩听完大喜 你也太够意思了 能不能带我 咱俩合作一把呢 吴建成表示OK 说完之后 女孩跟着前辈啊 颠颠地走了 这次吴建成 把女孩 骗到了清云县 卸妆的一片坟地 又是坟地 他好像偏爱这种地方 好几单啊 都是在坟地干的 到了一个烂坟头子 吴建成突然停下 说你得先跟我咳一泡 要不啊 我不带你去 女孩琢磨了一下 也没拒绝 来一泡来一泡呗 非常配合老前辈 还指望着跟他长期合作 发大财呢 完事之后啊 女孩说走吧 赶紧骗个女的挣点钱 没想到吴建成 嘿嘿一笑 发什么财呀 哥们是专业 玩尖杀的 哎呦我去 这女孩啊 终于懂了 你不是什么前辈 你是骗我的是吧 行吧 算我倒霉 你让我走吧 就算让你白玩 我呀 也不会举报你 那能让你走吗 这次除了要你的人 还得吞你的银子 过着双手一掐脖子 直到翻了白眼 又拿腰带呀 勒了一会儿 至少堵出舌头呢 才松手 完事后 赶紧翻堆找钱 三千块呀 三千块 可是翻遍了全身 一共啊 只找到六块钱 咱也不知道 这女孩是吹牛逼的 还是把钱啊 给存了起来 就六块 这也是吴建成 做的最后一案 接下来呢 咱们就该说说 警方是怎么破案的了 一连串的案子 让当地百姓呢 使人心惶惶 大姑娘小媳妇 包括老太太呀 都不敢单独出门 有亲属来保定的呀 都告诉他们 千万别来 这儿有个尖沙大恶魔 整个城市都笼罩在阴影之中 系列案件呀 也震惊了河北警方 你这玩的也忒狠了 一个接一个的 于是呢 上报了公安部 公安部得知后是大怒 立刻派来刑侦专家呀 要求限期破案 专家树里分析完案情 很快呀 总结出四点 第一 短短时间死了这么多人 除了任立文那起案子 都没人来认识 说明女人呢 不是本地的 所以不要在当地找人 白白的浪费时间 第二 从任立文老婆这起案子中分析 其他受害者很有可能 也只从火车站被骗走之后呢 奸杀的 第三 足利专家根据足利分析 案犯应该有严重的螺圈腿 所以呢 要重点排杀周边 有螺圈腿的男性 必要的时候呀 做DNA的检测 第四 根据做案手法 凶手绝不是刚玩奸杀的 以前呀 有钱科 刑侦专家果然很哇塞 分析的这四点呢 全中 接着呢 就是大范围的排查 重点关注螺圈腿 与此同时 一路人马开始调查 以往类似的案件 在调查中呢 果然有了收获 大家还记得五一劳总结 汪丽那起案子吧 他不是叫警察宝报了警吗 但是没能引起警方的重视 以为呀 是一起孤立的案子 这次一排查 找到了汪丽 说是从体内撒实物对比 确定了案犯 就是系列案的凶手 这点呢 我没整明白 这都快半年了 还能从下面 快收点摊来 做化验吗 那当时报案的时候 怎么不做检测呢 如果当时做的话 不早就确定凶手了吗 这个呀 咱们就不管了 另外通过汪丽描述 说这个人三四十岁 本地人 天寿 小眼睛 最关键是个螺圈腿 这下呀 全对上了 根据描述 再把模拟画像一画 这回呢 就OK了 11月1号 保健市副市长 监管区局长李森下令 在火车站 汽车站呀 要严密布控 一旦发现嫌疑人 立马抓捕 没想到紧隔了两天 吴建臣呢 自己送上门来了 11月3号晚上7点 警察加上联防 一共五六十人 在保宁火车站巡逻 这时候 一个叫范连庆在联防 看到一个螺圈腿呀 正在车上光场上转悠呢 吴建臣的这个特征 太明显了 除非你穿个 苏格兰风情的面口 得出去 肯定呀 看不出来 老范赶紧过去 硕士公安局的 身份证看一下吧 吴建臣阴冷 说我没戴 再仔细一打量 这哥们跟花像上的人呢 很像 最神奇的是 这丝呀 穿了一条女裤 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想的 这条裤子 就是受爱者的 他玩的挺前卫 能从女裤呢 给你穿上了 这玩意儿又是赶上尿机 掏着也不方便呀 老范一看他穿的裤子 也觉得很奇怪 一个大老爷们 你怎么穿个女人的裤子呀 吴建臣说 这是我姐的 说完呀 就要跑 你个大螺圈爪爪的 能跑得了吗 几个人过去 喀巴一下呢 直接给他摁倒在地 接着从他的黑皮包里面 搜出了一些 一尺多长的电线 毫无疑问 肯定啊 是雷脖子用的 老范呢 也没问的用途 说说吧 你叫什么呀 吴建臣 多大了 三十五 哪的人呀 李县呢 你来宝丁干嘛呀 吴建臣说我是修鞋子 来宝丁啊 买皮子 你这包里甭说皮子了 连根毛都没有 行了 先跟我们回小白派吧 来到车人派出所 第一件事 就是先给他抽血 做DNA检测 吴建臣心里面啊 很清楚 这次撤离完蛋 一边抽啊 一边哆嗦 前件刚抽完血 这老小的扑通一下啊 跪倒在地 是连哭带嚎 我杀人了 我交代 我要争取宽扎处理 我要活命 接着呢 开始一起一起的交代 说到任立文这起案子的时候 他告诉警察 还有一个小孩 在我家养着呢 我现在就带你们去 我要立功 我要宽大 我不想死呀 警方啊 立刻行动 来到吴建臣家 刚一起院子 就看到一个棚头勾面 衣衫蓝绿的小女孩 当时呢 正在猪圈边上玩土呢 小女孩 正是任立文的女儿 这时小女孩 已经管任水兰啊 叫妈妈了 才一岁半 小孩啥也不懂 后来吴建臣交代 说他已经联系好了人贩子 如果你们再晚来一个星期 小陈辉啊 就给卖了 多亏几十破案 要不小孩啊 得老惨了 把小女孩 交到任立文手里的时候 这个大老爷们啊 是哇哇大哭啊 吴建臣家里边 一共三间房子 在搜查丧物的时候 找到一大堆 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有什么呢 铜戒指九个 银戒指一个 各种衣服裤子 六十四件 各式女包 十二个 还有手表 钱包等 大量的物品 你像吴建臣穿着裤子 还有他老婆穿着戴的 好多都是被害人的遗物 任水兰呢 说不知道吴建臣啊 在外面干了什么 但是呢 存在窝脏的嫌疑 也被带走啊 接受调查 具体是怎么处理的呢 就不清楚了 吴建臣自己交代的案子 一共是28起 杀了24人 这和他家里面 搜出的那些脏物啊 比较吻合 但是法院 最终只确认了18起 杀死15人 这个呀 也很正常 具体杀了多少 只有吴建臣 自己心里面最清楚 有些人呢 可能会在数量上面 胡编 目的呀 就是为了拖延侦查时间 自己呢 能多活几天 还有的呢 是因为时间太长了 大夏天的尸体烂了 或者呀 是扔在河里面 让鱼给吃了 你没有足够的证据 行不成证据链呢 你就没法盯罪 甭管鱼 还是15个 还是24个 反正吴建臣呀 是必死无疑 毫无权戒 台北执行的日期呢 挺有意思 95年3月8号 这天是妇女节 不知道选到这天呀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吴建臣作案的手法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和北京大恶魔 徐广才呀 统统一个套路 都是以找工作 一类的借口呢 给你骗走 然后找地儿 监完一杀 除了他们内心不健康之外 跟当时的社会环境啊 有很大关系 人相对都比较时尚 防范心理差 还有呢 就是没有监控 没有摄像头 再加上针破手段呀 没那么先进 所以才能让这些恶魔 一起又一起的呀 连续作案 在这儿啊 也奉劝那些已婚女性 跟老爷们吵架闹变腿了 别动不动啊 就离家出走 这个案子里面 不就有那么一个例子吗 出来呀 还惦记找个新老公 结果呢 被吴建成给奸了 方胡我以前讲的 蒋文革的案子 徐立侠呀 也是跟老公吵架 被奸之后呢 还跟着杀人 所以说离家出走 不但解决不了问题 有时候呀 还会适得其反 还有呢 其实即便现在有了天眼 出门在外呀 也要多留个心眼 尤其是那些 没有出过家门 第一次去外地找工作的人 甭管男孩女孩啊 都一样 以前女的怕被奸 现在男孩啊 给你弄走 小刀一拉 得 腰子少一个 你连认识都不认识 千万别跟陌生人啊 交实底 一个陌生人 为什么要给你找工作 还要请你吃饭 万一给你饭里面下点药 给你卖了 你还帮人家数钱呢 说难听的 被奸呀 算起走运 真是丢了小命 后悔呢 都来不及 吴建臣杀了几个女人里面 为什么会上当受骗呢 肯定有贪图小便宜 想走捷径的人 你就记着 凡是好事 主动找上门来的时候 你呢 就要好好想想了 还是那句话 天上呀 不会掉馅饼 只会掉陷阱 保定奸杀恶魔 吴建臣的案子呀 讲完了 咱们下个节目见